市場如何研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 在上海文化各位 今天市场整体来讲 应该还是比较超出 大家的预期的 虽然说在指数层面 最终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强势的表现 但是在市场的热点方面 进一步的似乎是确认了 泛科技这样的一个主线的地位 人工智能这个方向 今天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火爆 稍后咱们来听一听 几位的观点 首先先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晚间的一条最新的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3年3月27日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权 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3年3月27日 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个百分点 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 那么本次下调之后 金融机构加权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约为7.6% 所以也就是在今天晚上 大家又再度看到这样一个降准的消息 那么这也不是第一次降准了 那么降准对于下周的市场 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稍后也会来听一听几位嘉宾 对于下周市场的研判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首先从指数层面 我们来做一个了解 今天上阵指数呢 依然还是坚守在60天线之上 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第一它没有创新低 对吧 基本上是一个小高开的态势 然后冲高略有回落 收出了一个长上瘾 但是今天呢有一个现象 就如果从这根K线来看呢 就是虽然是冲高回落 但是成交量放大了 今天护士单边呢 就达到了4320亿的成交额 就筹码有交换 但是最后呢 好像还是多方的力量 更强一些 创业板这边呢 则是继续弱势 就是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腾挪 没想到呢 就是确实这腾挪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会比较的激烈 今天创业板呢 是继续下跌 0.36% 成交量也是明显放大的 2324亿 就是在一边割 新能源一边买数字 或者是人工智能 或者是泛科技的品种 上周50也比较弱啊 依然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0.22%的涨幅 科创50是今天所有指数当中 涨幅最大的一个品种 今天科创50是2.35%的涨幅 而且今天科创50的成交量 是832亿 那么这个成交额呢 也是科创50从底部以来 成交额最大的一天 之前比较高的时候 大概是在750亿左右 中正500 0.69的涨幅 中正1000 0.7的涨幅 国正2000 0.86的涨幅 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指数呢是冲高回落收出了长上瘾 那么下周的市场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反弹 还是说要向下运行呢 A仍然有继续向3300点上方攻击的动力 2.3225的箱底是有支撑的 但是呢空间不大 所以依然是维持着一种区间震荡的格局 C.下周 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下探风险 那么欢迎大家到金融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 稍后呢咱们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分别是陈文老师还有吴海荣 欢迎二位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 来看一下数据的总结 指数层面呢今天创业版是唯一一个绿盘报收的指数 成交量咱们来看一下啊 确实今天就是在整个就是怎么讲的 就结构性的震荡的过程当中是把成交量进一步放大了 今天三市的成交是达到了9737亿 涨停加速也开始增加了 今天有32只个股涨停没有跌停的个股 在SG个股方面是4只涨停3只跌停 最后我们看一下赚钱效应啊 66%还是比较高的 好咱们来听一听二位嘉宾对于下周市场的研判 陈老师先来吧 其实下周无非也就是这三个选项了对吧 继续涨突破3.3 还是说呢是确认了3.2.2.5的这个支撑 依然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 还是说向下您怎么选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范围的一个区间震荡 就还是个震荡的格局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呢 就近期以来 行情其实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下探震荡的表现 当然到了这个目前的这个相对低点呢 行情确实是有一定的抵抗性 也有一定的震荡反复 相关的指数啊 我们刚刚也说了 那个像上证中指 新田表现 齐纹反弹 但是是相对温和的反弹 那么科创50来的幅度大一点 那我们不管是看哪个指数啊 在目前的位置 有点像我们俗话说的 所谓的俯卧撑的这种行情 就是反弹一下 但是呢有压力 然后又下来 然后呢又有这个外围环境啊 或是外围的一些反弹 又带动我们也跟随反弹一下 或者是跟随外围 也有的时候一起跌一下 就是这种相对低位的一个反复震荡 反复徘徊的一个表现 但是像这种反弹的根基 我觉得目前来讲啊 还不是来的那么鲜明 还不是来的那么干脆和肯定 那么也就是说呢 目前的这个位置 恐怕还会有一定的反复的一些 多空表现 反应在盘面当中也是 我们看到其实呢 做空很多人也有做空的理由 做多呢 很多人也是坚决的做多 反应在盘面上也是比较的割裂 然后指数之间 我们看到差别也是非常的大 其实我们去对比一下 上证中指和创业板的表现 包括上证中指和深层指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 上证中指是表现是相对强势的 我们看到上证中指到现在为止 在反弹也好 徘徊的行情当中 它的阳线 包括有的时候阳线实体 还来的还不错 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下跌下来 时间速度也来的比较快 但是它相对维持在一个 就是不高不低的位置 我们讲现在还是在 3250点附近 上方也就是3300点 下方呢3200点 所以这个幅度相对是并不大的 但是我们去看一下深层指 我们去看一下创业板 那么基本上 最近以来一直是持续的一个 阴跌的一个表现 跟上证中指 我们讲的是判若两人的一个表现 是吧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科创版 我刚刚李廷也讲到了 科创版的一个表现 是吧 今天幅度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是吧 它跟创业板之间的指数相比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所以在目前的市场当中 我刚刚讲到的是 比较割裂的一个市场 做多做空都非常的鲜明 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的新能源 一旦横盘横不住了 做空也是非常的坚决 撒跌出局的 对吧 很多资金是这样 但是呢我们看到 在泛科技 在人工智能 在芯片半导体 光刻胶一类的品种 一旦行情觉得大家是 这是一个新的做多方向 资金的进入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所以在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当中 我觉得指数真的可以适当是考虑淡化一下 我们还是要确定好 我们做多的主线的方向 在哪里 核心品种是哪些方向来的比较鲜明 所以在后面的行情当中策略很重要 好 吴海鲁也分析一下吧 你对于下周市场 就在整个指数层面是会怎么样做出一个判断 对 我觉得近期可能还是偏震荡为主 这个概率更高一点 因为现在你去看指数 特别上阵指数 就上跟下 你要走趋势我觉得都不明显 就现在厂内的风化特别明显 板块之间应该说有做多有做空 是吧 然后虽然今天成交量是有所放大了 但是大家看到成交量的放大 它不是厂外资金进来 如果说厂外资金进来 那可能比方说走一段趋势 或指数上去反弹 但这种成交量的放大 实际上是机构卖掉一部分的东西 然后又重新买入一部分的东西 是吧 卖了新能源 卖了医药 卖了消费 然后卖科技 那造成这个成交量的放大 所以实际上归根结底 还是存量资金的博弈为主 增量很少 那么如果说这种状况下面的话 指数更多是一种 一个箱体里面来回的垃圾 也就是说 市场情绪高了 它就要回 然后市场情绪都相对比较悲观 它就谈 所以大家 我觉得这种态势 已经走了一段时间 可能 接下来我觉得还要走一段时间 大家我觉得要习惯于 这种分化的一种行情 对于指数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 可能我觉得判断的意义 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因为大家毕竟不是做妻子 一定要精确判断指数 现在对指数 上下一百个多点的空间之内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有些东西 影响的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对指数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首先要判断的 就是指数有没有 就是趋势性下跌的风险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说你判断指数 有趋势性下跌的风险的话 那我觉得 你可能就要降低 操作的平地 或者说你就要仓位降低 但是它如果说是一个 就是一个震荡行情的话 那你首先就是盯准主线 然后来来回回的反复做 那么至于它就是 就是在目前这个状况下面 是不能走出趋势 那最关键的实际上 还是要看增量资金 那再 对 吴海荣刚刚说到一点 就是指数 其实就是判断它 有没有趋势性的 比如说上行也好 或者系统性的风险 我觉得前两天 其实大家尤其是昨天 也是比较担心的 一是海外的风险事件 二呢就是在本身 A股的市场当中 你去看看比如中字头也好 或者说范科界也好 有一些龙头品种的位置都偏高了 但是今天很多品种 继续高举高达的 所以吴海荣会觉得 就是今天这个走势 是告诉大家好像短期上证指数 再往下调整 就系统性的这个调整的空间 是封杀了吗 对 就是我们目前指数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每一次出现实体 相对比较大的阴线以后 它不像以往 就以往比方说出现实体 相对比较大的阴线以后 很多它都有惯性 或者说相对趋势性往下再调一段 然后再气纹 这个主要是因为以前比方说 当你出现这种实体性 比较大的阴线的时候 可能前面积累了比较 指数上面积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 或者说长了比较大的一段 但现在你去看指数 基本上它的节奏非常非常的缓慢 虽然整体比方说 你从大的方向上来看的话 是很缓慢的上升 所以当它就是指数出现实体阴线 相对比较大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在原有的弱平衡的前提下面 进行了一次风险释放 而这种风险释放以后 实际上是代表了 就是原来在里面存量的 可能它出现了一次集中性的抛压 那么到后面的话 它可能这个抛压就开始减少了 所以相反的 反而倒是你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 大家情绪都很高的时候 它会迎来这种 迎来这种比方说 一旦没有资金接力上去的话 就会迎来调整 所以目前大家可以看到走势 就是说往往你看到实体阴线相对比较大的时候 它没有连续性 或者说没有趋势性 到后面就象征性的回一下 然后就拉起来了 或者说就是直接或者说高开都有 是吧说明了一点什么 说明了我们目前大的方向仍然还是在一个趋势震荡的前提 那这种趋势震荡的箱体震荡的前提下面就是一次 每一次的风险集中释放 代表了它离这个箱体的底部是越接近 那么反而实际上它做多的就是动能它是在酝酿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习惯于目前这个行情吧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行情中间箱体里面还是就反向座 我一直在讲反向座就是情绪高 那你适当的 可能你要你要特别是有盈利的盈利丰厚的那些 你要懂得逐渐的比方退出一部分 然后增加主动性 那你相反的就是你市场情绪很弱的时候 是吧 然后就是我们上本周前面4天大家就看见到就是很清楚 就好像一天隔一天就4000加涨4000加跌 4000加涨4000加跌 就是你看它的就是它的活跃跳跃性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它又没有连续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段时间的常态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就是市场表现比较好的结构呢 是在科创50当中 而且现在科创50也跟创业版是明显的一个分化了 也是一个结构不同 毕竟它们指数当中所占的成分股的比重 或者说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北向资金啊 今天北向资金呢是大局流入了有71个亿 但是呢有几个现象啊 第一个现象就是今天是互股通的流入幅度很大 互股通呢今天是流入了60个亿 互股通是只有11个亿 深股通是流入了有60个亿 那一般来讲就是当你比如说流入60个亿的时候 是不是在某个单票上啊 可能它的买入额会比较高一点呢 今天没有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呢净买入居前的是卢州老教和五粮业啊 已经买入两个亿都已经是净买入额最高的了 净卖出额聚首的是宁德时代8个亿 农金绿能6.7个亿 其实就是新能源的一些权重啊 北向资卖 但是你看这个深股通是流入了有60多个亿 可是呢像9也不过就流入两个多亿意味着什么 其实它的可能这个资金它会打得比较散 它会涉及到很多个股当中去啊 不会像以前 就如果你流入了有六七十个亿的这种成交额 你可能都是集中在一些市值比较大的一些龙头的个股当中去 那所对应的呢自然就是科创五零或者说成长这个方向 今天更强一些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科创五零今天是涨了百分之二点三五啊 非常强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吧 也结合着深股通这个现象 陈老师跟我们来分享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我觉得这个其实表现出了一个市场非常鲜明的 现在市场当中的一些叛变表现啊 我们刚刚讲深股通跟护股通如果去比较的话 确实这边的资金相对它的集中度来的 其实 其实品种虽然可能散啊 但是它可能会相对集中在偏范科技这边 我觉得会偏多一些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深圳 包括深层子 包括创业版 它的指数的敏感性 其实比护子 比主板现在来的灵敏度要高些 也就是说弹性来的会更好一些 相对的行情当中 我们总是会看到 就包括最近的指数 深圳这个层子跟上阵中子的表现呢 它们之间的差距 剪刀差其实是比较大的 如果在具体到品种当中 板块当中 那更加是吧 那我们都知道 上阵这边偏 我们讲的权重蓝筹会多一些 然后呢 深圳市场这边呢 偏市场化一些 往往呢 市场的一些波动 反映在指数上 也会比较明显 反映在品种上呢 今天如果流露近来多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 深圳市场也包括几个市场 对吧 包括主板市场 包括这个我们讲的 创业板的市场 对吧 那么像这样的品种 在深圳市场又居多 偏多一些 特别说我们讲 最近的活跃度 创业板明显的 是比这个主板这边来的 这个一些品种的 变化幅度来的更多 虽然创业板指数 萎靡不振 不断的探星低 但是我们看到 市场当中 你去看深圳市场 你打六三回车的话 你会看到排名靠前的 全部是这个创业板的个股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近期深圳市场的活跃度 创业板的活跃度明显的提升 明显的活跃资金阻扎的更多 所以觉得这个刚刚讲到的 深股通当中的一些品种的比例 包括活跃度更高 我觉得从这上面 可以看出一些 好 吴海荣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科创武林今天大涨 你觉得会成为阶段性 引领市场的一个指数吗 对 如果说 从指数上来讲的话 科创武林对于科技股的持长 可能会更集中一点 因为我们看 几个大的指数来看的话 上证指数 包括深圳城市 以及创业板指数 实际上相对是比较分散的 创业板指数 主要是集中在了 新能源跟医药里面 所以最近这两个板块 实际上走的比较弱的话 造成板块指数是比较弱 而科创指数 实际上最大的持长 应该是在于新品半导体 就是它的持长占比 虽然它也有像医药 也有新能源中间的像光伏等等 但是排在低占比的应该 仍然还是就是信片半导体 科技为主 包括软件等等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科技股的走强 那么应该来说 对于科创指数 实际上还是起到了一个正向的刺激作用 所以大家所看到 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 科创指数 就是在市场弱的时候 然后它实际上就是一直横在那里 一直横在那里 然后这两天 开始有重心缓慢的向上 就它从两月中旬开始 两月中旬开始 你去看科创指数的话 基本上就一直横 其他指数在跌 它就横在那里 然后就是最近开始 随着信片半导体的活跃 开始逐渐逐渐的 这个往上爬升 所以我觉得 科创指数呢 在今年 我觉得应该还是 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关注度相对比较高的一个 就是细分指数 因为它在里面 对于科技股的持仓更为集中 今年大家所看到 科技股的活跃性 要远远大于其他的一些行业 所以这个指数来讲的话 未来我个人觉得 是有可能是 在四大指数中间 是就是未来是有一定的看点的 是有一定的看见的 所以这个大的方向上来讲 我觉得对于科创50指数 特别是科技股 那么未来我觉得 特别是如果有调整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 好 稍后我们来说一说机会吧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 就是指数呢 它也是分化的 机会呢 它自然也是结构性的 但是通过今天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表现 是不是进一步的确认了 泛科技的主线 以及资金 是会进一步的 腾挪到泛科技当中去吗 稍后我们来听听二位的观点 那么接下来呢 进入到今天的有看投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玲来听一下 她对于市场的看法 郑玲你好 好的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投家加油时刻 户指冲高回落 但个股广泛性相较于昨天 明显得到了修复 而本周五个交易日 北上资金连续五天净流入 今天更是大买超70亿 那么相对于今天盘中而言 热点方向更多是围绕数字中国方向来展开 而且机构资金也在纷纷抢筹 那在抢筹的背后有哪些细分领域值得深度挖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版 本周重点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高弹性的人工智能板块 而在众多数字中国概念下的细分领域当中 人工智能板块今天获得机构资金大买超79.19亿 而资金的关注度依旧不减 今天盘中更是一举突破了盘整平台的上演 为后面的上涨打开了更多的空间 而从下方的龙腾四海强弱指标也不难发现 无论市场如何震荡 龙腾四海指标依旧在天际线80上方强势区间运行 所以不论是消息面的持续发酵 还是机构资金的关注度 以及指标的强弱判断来看 人工智能板块随着今天的突破K线 无疑就是我们在下周的行情当中 要重点跟踪和关注的方向了 所以我今天把人工智能板块当中 资金大局抢筹的案例品种都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人工智能板块中 在今天下午盘中资金大局抢筹的目录名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人工智能板块当中的案例品种 在整个人工智能板块当中 机构资金抢筹的品种当中 有一类上市公司经历了前期充分的调整 甚至于去年大半年的时间都在进行震荡调整 这期间累计下跌的幅度也超过了50% 今天跟随市场情绪放量突破底部箱体平台的压制 同时筹码风也在今天迎来了突破 随着底部筹码的不断集中 也为后面的上涨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而此外机构资金六天里面 净买入3.83个亿 而下方的超级资金近期也在持续的逐步回流 那随着数字中国方向的持续发酵 人工智能板块中资金深度介入的方向就值得我们重点的留意和跟踪了 所以说关于人工智能板块当中 更多此类个股我都整理汇总成了一份目录名单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重磅的资料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人工智能板块当中的第二个案例品种 该品种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调整 而这期间累计跌幅超过了68% 可以说调整已经非常充分了 今天更是放量突破阶段性高点的压制 趋势已经发生了明确的转折 同时筹码风也在今天迎来了突破 机构资金五天里面也买入超7200多万 那对于这种底部平台刚刚突破的品种 我们自然也要进行重点的跟踪和关注 所以说关于人工智能板块当中更多此类的品种 底部突破机构资金又在大举流入的方向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人工智能板块当中 资金大举抢筹的重磅目录名单了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整体处于低位的半导体板块 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连续4天站稳250天连线上方 而且下方的超级资金在底部已经进行了持续的吸筹 而机构资金4天里面净买入更是超28个亿 那对于低位的半导体方向 我们依旧可以进行深度的挖掘和跟踪 好的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开盘了开盘了 这次一定要在高点卖出去 还没信号来不及了 何必如此着急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先人指路 常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跌了这么多 何必如此难过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先人指路 先人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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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凤翔提醒您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操作 现在这个市场 其实大家会非常清晰地感受到 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泛科技 或者说TMT这个方向去挖掘 前期是数字比较强 那么从昨天开始是人工智能 这个方向更强一些 而半导体就是间歇性的 当然有某些分支 可能会比较的活跃 而除了这几个方向 像成长当中的新能源 一直弱势 今天连药表现的都也很弱了 所以是不是还会有进一步的资金 从非主线的品种当中 再去投挪到科技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今天就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 全天讲其实今天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 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方向更强一些 算力也是下午情绪起来了 大家去找了一些机会 那么半导体板块呢 今天也是冲高回论 也有一些 一个是像CPU的 然后还有像制造的 还有就是AI芯片的 还有就是心理的 其实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几个方向 设计整体都不强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字头和基建 也是非常活跃的 中字头呢有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也有估值比较便宜 包括像有海外有业务的 也成为了资金关注的方向 而另外的像医药股 今天是集体大跌 然后其他的像新能源 那是依然继续下跌了 我记得陈老师 其实很早就说过 你觉得看的主线就是范科技 对 新能源已经不看了 但是您觉得今天已经到药了 就是大家总会说就是 什么交易程度拥挤 对吧 你看现在这个市场 难道真的不断地去腾挪到 范科技当中吗 我觉得还会 还会吗 市场出现这种 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 一定的敲敲板效应吧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挤出效应 就是你当这边的资金 蜂拥而入都腾挪都转移到 科技这边来的话 那么这些资金如果 又是存量的一个市场 那么当然就会 从其他的一些板块 资金流出 来到目前的我们讲到的 现在的主线的 核心的科技这一块 那么对科技的看好 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一路是坚决地看好 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 我对一个板块这么执着 这么坚定地看好 我真的觉得还来得不多 因为以前的主线会相对 有几条主线并进 和同时几条主线 都会有交替表现 但最近以来 我觉得这个范科技的表现 可以讲 基本上接近叫独树一字了 所以讲这么多年以来 像这么理所当然的 这个我们讲到的 坚决看好 背景强大的 理智气壮的看好 我觉得今年 我觉得 从我来讲 我觉得是 比较深刻的影响 那么怎么看这个行情 以前的这些背景 这些逻辑 我也讲了很多 我也不去重复 但是从现在的盘面表现来讲 已经可以讲是 市场的这种各种的资金 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吧 就很多的其他的资金 你不管是从成长性 还是说估值角度 还是说后面的 Alpha Beta 各方面去考虑 事实上呢 确实想要走出来是很难的 那么科技这一块呢 恐怕还有很多逻辑背景 等着我们去继续发掘了 就还会有可能 再进一步的偷挪 是的 吴海荣也觉得 会进一步的偷挪吗 对我觉得我是喜欢怎么说呢 每天看一下就是 两市成交金额的排行榜 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今天收盘以后看了一下 就是前十大 两市前十大的成交金额排行榜 今天有八个科技股 然后还有一个消费的龙头 有一个新能源的龙头 然后你去看八个科技股中间 又分有五个是人工智能 然后两个是数字经济 一个是这个芯片半导体 两个数字经济 一个是联通 一个是中心通信 半导体是这个中性国际 其他是五个这个人工智能 是吧 所以你可以去看到 前十大这个成交金额排比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很明显 就资金实际上是集中进驻 在了科技的范围 而且很明显 今天是两个是消费的龙头是跌的 然后新能源的龙头是跌的 其他八个科技股全是涨的 就说明这个实际上 已经很容易说明现在市场资金的方向 那我只是觉得前十大占比 成交金额排名前十的股票 你去二十大三十大 你可以看到就是科技的占比 应该还是比较重的是吧 比较重的 所以大的方向很明显啊 然后再加上 就是说大家也看到有人在问 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时候 到底是谁在卖新能源 你觉得现在这个地方 还有多少散户在卖新能源吗 我觉得很多散户可能 现在也搁不了 搁不了 搁不下去了是吧 你说搁了低位的新能源 然后再去追追现在 已经涨了一段的科技 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想要等 等反弹再去操作 那昨天实际上就是 昨天是光伏大跌吧 对吧 光伏大跌 但光伏大跌出现了两个龙虎榜 一个是金奥科技 一个是德业股份 大家去看两个当初应该是新能源的 我觉得也是龙头吧 绝对的龙头 对也是龙头 你去看他龙虎榜 因为你不出龙虎榜 不知道谁在卖 但你出龙虎榜 你知道谁在卖 你看青色的机构在卖 青色机构在卖 是吧 就说明什么 说明机构最近一段时间 实际上是调仓换骨 特别特别的明显 他也不分高低 对吧 他也不分高低 反正但是呢 很明显就是前两年 对于新能源的机构持上 实在太重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大家也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你要这个 申购基金的热情好像不高 然后看的那边科技股 好像也比较活跃 中资投也比较活跃 那机构的也一样啊 就是说他也可能想去做自己 但是又没有新基金申购进来 那我要去做怎么做呢 那必须出老的嘛 那谁的机构占比 最重的就出谁 对吧 这个我觉得都是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理解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科技这轮行情 我觉得不是说一般性的热点 如果说很一般的热点 那你达到一段时间的 就是持仓的拥挤度 它可能就回了 但是我们看到科技的风口 我觉得跟前两年的新能源 是有点像的 就是不断的全球同频共振 然后又有不断的政策利好 跟风口 所以只是呢 那跟前两年有所不同的在哪里 不同的在于就是一个当然 就是我们看到可能新能源 之前大家可能看得到一些业绩 更看得更清楚 科技现在可能云里雾里吧 我觉得至少可能一步步去看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 另外一点就是前两年做新能源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每天的成量 就是成交金额在多少 大概12000亿左右 12000亿左右 然后现在你去看做科技成交量的多少 八九千亿 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是少了 差不多有3000亿到4000亿的成交金额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点是 当时新能源前两年是走的 我觉得是走的很流畅 即使中间的回档幅度也不大 很流畅 就是然后几个主线 比方说锂电光伏 储能三条线同时运行 但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 你虽然看就是科技股 而今天是就是几个热点全 它也变 就是好像都活跃 但是你如果看前段时间实际上 科技股的波动也很大 是吧 你看人工智能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但是今天很多全都出去了 是吧 半导体也是也分化很厉害 包括数字经济中间分化也很厉害 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虽然是热点 但是成交量比前两年少了很多 所以它里面的资金就是能上能下 上去也行 但是掉下来 就它有弹性 但是不是说它不掉下 它也掉下来 但是它掉下来 它能弹得起来 但现在很多板块的个股掉下来 弹不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 就是科技股跟其他板块的区别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科技股 就是你在这里面可以来来回回的 反复做掉下来 可以去买 如果涨得特别快了 那你就做一下减仓 增加一下主动性 等它调整再来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的成交量 首先比之前其实是要减少的 但是我们的上市公司肯定是比之前要增加的 所以在有限的成交量的情况之下 你让更多的品种出现持续性的上涨 那确实是有难度的 其实过去的三年 大家也一直会说新能源的交易拥挤 可是你会发现你每次说它 它跌完了之后 它只是改变了短期的运行的节奏 但是它根本就不改变它长期的上行趋势 上行趋势是取决于基本面的 但是这一次就数字或人工智能和新能源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 其实就是业绩 就新能源当时就业绩的兑现 包括它 大家可以去跟踪它的高频数据 你是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或者说能够摸到这个新能源的 这个业绩的增速 公司的基本面的情况 但是数字或人工智能 就凭的是什么 好像就是预期和一些想象 所以它的波动也大 它的弹性也大 长到哪儿咱也不知道 但是呢你说情绪在不在呢 肯定是在的 那资金来了没有呢 也确实是来了 刚才吴海荣说到昨天 金奥和德业 对吧 逆变器和组建的两个绝对的龙头机构出了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晚上的龙虎榜 今天晚上机构 这个买入最多的是蓝色光标 净买入额是2.6个亿 金山办公 净买入额是2.4个亿 然后大华股份今天是涨停的 净买入是2.1个亿 然后就是寒5G今天是涨停的 买入的是1.3个亿 工业复联今天也是涨停的 9300万 彩讯股份做多摩泰的今天是8400万 你说机构是不是堕了新能源去买了 至少从今天的龙虎榜当中看到是这样的 那咱就说一说怎么做吧 陈老师的课程在有看头加上 是有阅课的其实就是给大家来分享 主线然后找寻 其实是龙头个股的机会 当然这个龙头有的是趋势龙头 有的是资金龙头 对吧 有的是基本面龙头等等的 那您跟我们来详细分享一下吧 就现在如果我再去做人工智能也好 数字也好 我怎么去选择标的和怎么去操作 好的 那么我们讲我们的课叫主线黑马追踪 其实确实就是跟踪好市场当中的主线 然后确定好当中的核心的平种龙头表现 那么我在我们的课当中我经常讲 我们做好交易吧 就是三部曲 哪三部曲呢 第一部曲就是先确定好主线龙头 就是当下市场不管是政策背景 还是市场背景下哪些东西是绝对的核心主线 但是光确定的主线你还不行 就是你板块找对了也不行 你还必须找到当中的绝对的核心的平种 有资金关注度的 有背后的强大的逻辑背景的 是吧 有资金持续推动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 那么你会发现 尤其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 你做对的板块 如果你做的是排名靠后的 是属于跟长一类的跟风一类的 其实来的效果也是很差 所以你不在主线核心当中也是不行的 好 那么第三部曲呢 我觉得除了你确定的主线核心 其实还不够 现在还剩下一个节奏 也就是说真正的涨高了 你也是不能去的 尤其在最近大家都知道 连板概率很低 连续大涨 好像可能性有效也是不大的 涨高了你再进去又晚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节奏就很重要 涨多了那你不要 你可能还要卖 卖了等它回档 回档以后有了支撑 然后再度走枪 如果是好的品种 核心的品种 它就是横盘 它根本不A下来的 搞得不好还要出第二步第三步 所以这就是节奏的把握 那我觉得我们课程呢 就体现出了这三个特点 那就是把品种确定好 把范围确定好 那么我想很多新老朋友 应该都有这种听课的感受 就是我们每天跟踪 不多的范围的这些品种 算来算去 真的都是核心 像今天我看了一下 我们昨天讲课的一些品种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 不是涨停的就是大阳线 所以我觉得从理念 从方法到技巧 其实它是统一的 我觉得各方面 我们在这方面都要寻求突破 才能比较有效的跟踪好市场 好 吴海荣给大家分析一下 你觉得现在数字或人工智能 现在大家怎么去精选方向 和怎么去把握操作思路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方向 实际上大家就是相对也比较明确了 就是几个大的方向 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 另外一个数字经济 然后到衍生的相对低位的半导体 就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大的方向里面 来回转是吧 然后资金可能也是一定的持销比涨 那人工智能比方说 涨的相对比较好的 就是两块 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 就海外业务比较广的 然后直接揭露这个Channel GPT 就是它可能最直接受益的那些应用场景 最近实际上是比较活跃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算力算法的那些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表现表现比较活跃 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说 它的波动还是比较比较的大 所以大家还是要来来回回的 要懂得去来回的反复的去做 我还不是说一路拿着就是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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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的很高 我觉得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大家一定要来回来回的去去做波段 这种波段可能更多是一种小波段为主 然后半导体来讲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就是分化也比较明显吧 就是大家如果说去看半导体就是指数 好像刚刚在逐渐往上爬 然后就是长得很好的这个也有几个对吧 但弱的也很弱啊 我举一些很好的例子 现在半导体中间你去看长得好的什么 长得好的是材料端 就是光刻机光刻胶就那些 然后这个制造端的晶圆制造 就这些公式长得比较好的吧 但你像其他的一些领域 比方说我举很简单 大家都就是知道 你比方说随便举啊 就比方说你半导体中间像圣邦 对吧 这个2019年的时候长得特别特别好的 设计的都不行 都不行是吧 然后比方说前两年 就是跟着新能源长的那个叫四大半导 四大半导是吧 你看四大半导走势你去看看 对吧 都就是很空头的一种形态排列在走 所以我们要讲半导体 现在在讲半导体 实际上它的分化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说整个科技股 就是是热点的 所有的科技股都活跃 也不是 也不是 而且我也提到了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市场的资金很集中 很集中 就大家尽量的去要关注 就我刚刚当然讲的很绝对说 涨幅网就是成交额排名前十的 但我尽量建议大家去关注 比方说成交金额就是占比 比方说前100位的 那里去是啊 就排在后面 特别特别小的那家后面的 我觉得不要太多去关注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股票越来越多 是吧 市场的存量资金就这点 或者说基本上现在很多资金 股票分的资金实际上是越来越少 所以你要关注资金 比较集中的一些方向 哪怕你是热点上面的东西 也要关注资金集中的方向 而这个资金集中的话 我给你成交金额排名前100位的 热点上的东西可以来回反复做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你如果同样是热门上面的 它的成交量每天都很少 它有的时候也不活跃 然后统一板块之间的 它分化也很厉害 因为它不是资金很多 资金很多可能就是板块也活跃 所以只要站在这个板块都活跃 但是现在实际上大家可以去看到 分化特别特别的厉害 好 稍后回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字头 然后再来说一说弱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医药 还有一个是新能源 我看网友有的还问说 光伏真的不行了吗 稍后回来听听二位的观点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接着让我们来请出黄伟 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周五市场 还是表现了比较强的反弹的这种动能 包括反弹的情绪 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 包括昨天我们还在提示 在这个位置买股票 它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几根阳线之后 你在进场买股票 这个时候应该更加积极一点 尤其应该克服这个人性的一些弱点 反人性操作成了当下市场能够赚钱的一个前提 今天市场的反弹应该说 虽然盘中有所震荡 但最终我们依然还是看到了非常强大的科技主线 全面的爆发 这也符合在今年提出的数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基调和概念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上证指数 昨天这张图和今天我们再拿出来回顾一下 应该说还是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再次提示下轨支撑 在这个位置显得格外的重要 所以呢 我们继续提示 在此位置指数未来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概率非常之高 目前大家应该积极的拥抱 接下来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说完之后呢 我们依然还是要来谈一谈市场的核心主线 当然就是科技 科技当中今年最火的应该就是人工智能了 我们看一些消息 在3月15号 OpenAI公司发布了这个强大的GPT4.0版 那么在3月16号紧跟着 我们看到百度也发布了中国版的GPT文心一言 同一日在晚上微软召开发布会 推出办公软件全面应用于GPT4.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天啊 针对于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啊 上游中游下游应用算力等相关的一些板块和个股 都表现得非常之强 在今天尤其显示出强大 那我们看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个股啊 芯片算力芯片的核心 韩武器在今天直接20厘米涨停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像汤姆猫啊 凝制软件这样的一些个股呢 也都创出反弹新高 整体涨幅也都超过了10% 接下来我们来送出我们周五给出的资料 人工智能低位潜力龙头股名单 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个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这份名单 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给出的关注态度 主力资金呢在今天大手笔的抢筹 人工智能板块全天净流入达到60亿元 这个排行板块之首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行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 我们再从啊这个整个的一个 基本面来看一下 当前啊我国对话式的人工智能市场 处于快速的一个增长期 有机构预测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速 有望达到26.3% 从右边的这张预测图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板块 在机构层面和市场层面 都是得到了充分的一个关注和一致的认同 所以今天这份资料呢 大家一定要领回去周末看一看 人工智能低位潜力龙头股名单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只比较有代表性的个股 第一只个股呢公司是国产GPU的龙头啊 也就是图文识别处理器 那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应用服务商 2023年啊这个业绩有望迎来拐点 近期获得74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股票呢很显然还没有出现加速 但是在这个位置已经形成了啊 这个双底形态啊 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阳线的反暴 我们再来看第二只案例 公司是AI服务器的供应商 AI行业的核心受益者 三大运营商呢都是他的客户 外资已经持续多日 逆势大幅的增持啊 股票呢出现了一波上涨之后的回踩20天均线 那么今天形成了一个放量的阳暴音 预示着第二波启动信号有望开始 第三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是AI服务器的供应商啊 年报预增同比已经啊超三倍 这个是已经公布的啊 三大运营商呢也是其客户之一 近期呢机构给出了密集的调研 从经纬操盘指标独有的紫色起爆信号来看 最近一个月之内连续发出了三次的紫色起爆信号 今天再度走出了阳暴音 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的这份 人工智能低位潜力浓头股名单 大家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它曾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突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开盘了 开盘了 这次一定要在糕点卖出去 还没信号 来不及了 何必如此着急 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 先人指路 常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跌了这么多 何必如此难过 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 先人指路 MAC的警察 画手驴 夺孔鞋 VOL 咱们夺 我也看不懂 何必如此为难 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 先人指路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几几总会有的 何必挑灯夜战 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 先人指路 先人指路战法 既简单又实用的战法 图文并茂 多孔指标一言锁定 学习操盘優选 先人指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不再盲目地嘴上啥链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快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吧 好 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 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下载 第一财经有看投价APP 注册信用户就可以现实的免费 领取春耕A股投资宝典 捕捉市场的风口 智能筛选每日强势的个股 大咖直播保价护航 投资不再是难题 现在下载还可以加量的领取 超级买卖指标套装 配套课程是永久观看的 更多好理在等着您 欢迎大家去下载并登陆 有看投价APP 好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市场当中弱的一些品种 还有呢 在下一个交易日 大家可以申购的新股 在下一个交易日呢 就是下周一 大家可以申购的是 一支新股北交所的公司 同时呢 会有两支新股上市 我们再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今天有三个选项 选A的比例是35 略多一些 选A是33 选C是32 你看其实还是非常均衡的 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分歧还是挺大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 两个方向 一个是中字头 其实中字头也是整个 这一波领长的一个主线了 陈老师觉得下周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参与 参与看什么品种吧 就是说有些品种确实走高了 但是从这段时间以来 事实上从去年年底 到目前以来 当然这段时间因为 有一些品种吧 确实以中字头的表现 打开了空间 那么尤其是我们讲到的 三个电信都走得非常的强 那么某种程度上 把这个题材更加的鲜明的 这种爆发出来了 那么大家都可能也都知道 最近很多观点都讲到 中特估 中特估就是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那么我觉得不管是在机构层面 还是在市场的主流资金层面 哪怕包括广大中小投资者 我觉得对这个都是认同的 所以一旦有关的品种 有一些背景加持 有一些逻辑加持 往往它会走出非常不错的行情 像前面的中国卫通 可以看到大家看到 非常明朗的一个多头排列 直接翻倍 那么我觉得它其实给很多 中字头已经树立了榜样 当然这个品种长多了 我们不能再去追 但是其他的一些品种 包括是我们重要的 国有资产的 或者重要的战略资产的 有中字头的 我觉得其实都是值得 我们后面持续跟踪的 好 吴海荣再来说说弱的吧 一个是医药 一个是新能源老 这两个方向 你觉得还会继续跌吗 对 这两个应该说是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机构减持 比较占比比较重的一些板块吧 实际上这两个板块同时也是 就创业板指数占比最高的两个板块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A股市场中心 可能板块或者说各股的涨跌 它完全不取 就是不是完全取决于基本面 不是完全取决于基本面 就是说你觉得你比方说 新能源还可能有些比方说 像车企就是这个降价 就是一些利空的一些消息的 一些影响 那你说要 最近好像消息面也是比较 比较平淡的 你说也没什么利空还是利多 但是它也不断地在资金的一些流出 所以我觉得在A股市场中间 如果说你只看基本面 不注重筹码结构 不注重趋势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会吃大亏的 你觉得就是比方说 前两年的机构资金砸了消费 砸了医药去买新能源 跟现在的资金砸了新能源去买科技 我好像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它就是市场的风口 然后市场的趋势 所以我们目前市场的一些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们看到 落的那两个 现在是有资金流出 当然我不排除就是跌得多了 它也有反抽有反弹 因为就是很多东西到了 到了一定的就是连续性的情绪 这个下挫以后 它会有反抽 但是这种反抽实际上 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现在在新能源里面的资金 是怎么想的 想的就是有反弹 有减仓我就要跑是吧 但是你像现在场外的资金 你看科技是怎么看的 你高了我不去买 但你掉下来 只要敢跌我就敢去买 所以实际上这代表了市场中间 两股资金的就是想法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弱的板块跟强的板块 就是市场它的走势 就是完全不同 它实际上代表了市场中间的 想法不一样 所以它走势不同 所以这个我觉得 弱的就是可能有反抽 但是不会太持续 大家也不说一点 就是说到 我觉得很多人坚持说 新能源还行的 最核心的理由 就是说到新能源的基本面 觉得新能源的基本面 是扎实的 你看新能源很便宜啊 已经对吧 跌多了马上就能涨 你说没有业绩的东西 它涨到哪呢 它涨到天上之后 还是得跌下来 而且现在是在发纪报 是不是现在就是如果 我不知道就像 比如人工智能或者数字 但凡有个公司 它发了纪报 会成为就是短期 他们这种有业绩 或没有业绩的 这种品种的一个拐点吗 你觉得业绩重要吗 对于我觉得应该对于 我觉得是这样看吧 就是新能源现在业绩 就是业绩好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 它如果出业绩不好 那砸得更狠 但是科技呢 现在如果说 比方说你业绩出来 就当然暂时像 现在比方说年报出来 或一季报出来 很多业绩 大家预期就是科技股 但是业绩是出不来的 对吧 然后我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两天 在科技股中间 我看有几个股票 就核心的东西 出了减持 但你去看走势 说减持的消息以后 对股价的反应很平淡 稍微往下滴开的 又被资金拉起来 如果说放在这个 大幅度减持的消息 放在你其他板块 你试试 马上就直接给你砸下去 所以我觉得在 就是风口 或在热门上的东西 出力抠 更利好 我觉得它的表现 它完全不一样 今天晚上又有 就是芯片的公司 大基金减持 现在已经是每天有一个 然后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 这种趋势 那半导体呢 今天也是有1.56%的涨幅 好 最后来说一下 下周一的交易思路吧 陈老师什么建议 目前呢 市场处于一个相对低位的 一个震荡反复的过程当中 那么对于品种的选择 对于节奏的把握 那么确实都显得更加的重要 那么我还是这样讲 对于非主流 非核心的品种 有反弹 其实都是你适当的减仓 出局的机会 同样的道理 对于一些核心品种 如果出现了波段性的回档 提稳 我觉得确实还可以 服低地关注 吴海鲁什么建议 我个人觉得还是建议 就是在现在目前市场的 主线里面来回反弹 现在市场最强的 多跑越大 你都多挣一笔钱 我这个桌子都落门 落顶棚去了 没有一个企业 可以把自己封在一个小村落里 数字化其实它有点差点 夸行业 估计价值没有充分的吃法 我这两千块钱 基本上用于全部的生活费 有没有带来一个 可持续的消费的信心 整个循环的一个根据和目标 都是要落差上的消费 也是高质量发展的 这个一个部分 给所有的老百姓 一个公平的征收的机会 就要让它现在的收入 和未来它对收入的预期 都能够获得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 Police 让它做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邮管转租 进转出了 订邮转租 不吝点赞 订邮栏 至不正常 不吝点赞 订兹 不吝点赞 订兰